又再次的恢復大露營模式 我現在繞這一圈是3公里的 我等一下 會再繞個2公里的 你可以繞八字型的就是大概有5公里 你要先繞大圈還是先繞小圈都可以也沒差了 還是你要繞最外面的那一圈就是3公里 看大家都 大家照氣很快吧 上次我在前面那邊看到一個重造稀巴爛的 來去幫忙救援一下指揮交通 就前面的茶路這邊很危險 你要小心 因為這邊我看過太多試車貨 都互不讓你 互不讓來讓去的 後面就都走火了 這邊前面茶路 右轉可以到綠朵休閒農場 那裡我以前的市場去很久沒去了 已經一兩年沒去了 因為 生意有點忙 所以我就沒有去的 你看我還好 是一點都出來 太陽已經快不見了 這沒上去可以到綠朵休閒農場 那裡看 夕陽或是夜景也很漂亮 它地下應該是100還是100都忘記了 我們久沒去了 等一下經過路口再開給我看 但是 我今天沒要進去 因為這樣時間上我會太趕往上 我還蠻多預約的 我還蠻多預約的 旁邊有開叉 比較方便 它分兩段 穿起來蠻舒服 而且它口袋 有拉鍊 比較不用擔心 錢不見 因為手機不見 可是我出門不會用手機 出門戴手機的話會鼓鼓的 很怪 也比較不舒服 你看現在是上坡 這樣 走起來比較會喘 這樣 才有運動到 知道嗎 剛剛騎摩托車還比較冷 現在用走的比較不會冷 因為我之前 我比較胖的時候是 靠脂肪 防止熱能的流失 現在體脂肪降低很多 可是我的肌肉可以產生熱能 然後來上更多的體脂肪 這裡是中港路 通往沙路的捷徑 比較沒什麼紅綠燈 不會常常走這條 你看今天風大還是要帶這個 知道嗎 還有這個 然後出來運動 出來運動今天穿New Balance 這雙越野慢跑起來 V2的 我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的身體就還產生很多熱門 然後肌肉也鍛鍊到 出來運動 可以增肌燃殖 兩個願望一次達成 你知道嗎 今天車很多捏 大家都是亂騎亂開的 所以你們如果說要來這邊見走的話 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今天我看能不能走個十公里 就八字醒了到兩圈就差不多了 十公里大概 花了三個半到四個小時 應該沒那麼久了 如果說以十四五公里來說的話 大概兩個小時半左右 因為這個有降下坡 好了不路了啊 我等著沒電 我能收到十幾個小時